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实验呢 是专门针对程序比较大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形面 那么程序呢会比较大 那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在VNCK的界面里面 它的NC区域 只有这个五兆左右的这个空余的空间 那这这么少的空间用来装程序呢 肯定是复杂的程序是没法装的 那如何做这个实验呢 我们之前呢用过德马吉的DMU60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程序 它里面已经编好了一条 这个Counter Error 就是做这个惊喜的一个程序 那这条程序呢比较长 大概有七兆左右 那么4.9兆的这个内存是无法装进去的 我们现在呢就启动加载的这个动作 那加载的这个动作呢 它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把这个程序呢刷新一遍 然后就会启动在后台 这个stop不能点 就是它现在在后台呢 就会启动后处理器 这个后处理器呢就会生成程序 生成了之后呢 目前的我们在CAM里面执行的 机床代码的 80D的虚拥机床仿真的这个VNCK内核 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去生成一个 呃 MPF 就是这个 真实机床能够执行的 机带码文件 那这个机带码文件呢 它就会去推送到这个NC的这个 内存区 当然了 80D呢 它可以执行 任何一个它能找得到的 就从80D里面能找得到的 本地硬盘呢 像本地硬盘就有 呃 很大了 都几十个G币了 那现在都有T币级了 还有U盘 那都可以作为执行 或者是那个内存卡 那现在这个程序呢 它在生成的过程中 大约需要 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就会去生成这么一条 惊喜的程序 生成了之后呢 由于 它是直接推送到这个 NC的内存的 就会报警 就会 报警说无法加载 并且呢 在 VNCK里能看到这个 呃 NC 内存 溢出的一个报警 那当然这个报警呢 是 呃 无足轻重的 当然在CAM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呃 比方说直接推送到本地盘 或者是其他的 呃 操作 呃 暂时还没有找到 那么就 针对这样的一个 出错的情况呢 呃 有可能会经常遇到 因为一旦程序 呃 编的比较复杂 当然 另外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外部程序 一种是VNCK 这两种模式呢 都不是在 呃 编程环境里 一边出后处理 呃 一边去推送的这么一个动作 呃 外部程序跟VNCK模式 也就是下面两种模式呢 它都是 预先有程序 然后通过 这个 加载的方法 呃 加载到这个 呃 本地盘 或者是用U盘加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呃 直接执行 啊 所以现在看到 这么一个报警呢 我们只要记下来这个路径 C盘 Users 然后这用用户名 AppData LocalTemp 1.mpf 那这是一个 在 12点22分 刚刚生成的 那这个程序 现在看起来 就是没有加载 而且呢 它是 有报警的 啊 那么 我们现在在 本地盘里 也找不到 那我们就进入 调试模式 进入调试模式以后呢 C盘 Users 用户名 AppData Local 然后再到 Temp 12点22分 02秒 把它拷贝 拷贝 拷贝之后呢 把它粘贴到 这个 本地盘 然后再执行 那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程序就 正常的加载了 加载了之后 就可以 运行 这就是 因为是惊喜 所以它 就可以运行了 我们来看 这个里面呢 对于程序的 这个 监控 可以看到 这程序 也是非常长的 那这是一条 惊喜的程序 当然这还不是 不是那种就是真正的大程序 那真正的大程序呢 几百兆 西充平常的 那这种程序 加载的方法 如果说要想往这个NC程序去 去加载的话呢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这个标配是10兆 进行扩展的话 也是才22兆 那 往这个 NC程序区 直接推送的 看来是 不是一个好办法 那有没有办法 去让它直接推送到这个 本地盘 那有待 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 等待同事们的反馈 但我现在能够 想到的 也是跟我们 疏控的专家请教的 用这样简单的方法 等它报错 也没关系 然后它的这个 1.MPF实际上是生成了的 那我们把它烤到 这个本地硬盘 就能够解决 这个程序的这个仿真 当然 这是在 NXCAM内部 在一边编程 一边做的一个教验 那如果说 是用外部程序教验 或者是用这个 VNCK的方法来教验的话 用外部程序教验 或者VNCK的 程序教验呢 它都是在 在这个 VNCK的这个 这个操作界面里面 去加载程序 所以就不存在说 在NX内部 去选一条程序 比较大 然后直接推送到 NC内存 导致的这个错误 以上呢 就是有关 一个 NC内存 溢出的 解决的方法 谢谢观看